夏天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出外活动 在加拿大,夏天是我们很珍惜的时间 因为冬天真的冷,冷到大家都不能够外出活动 多数是室内的,夏天我们不会放过 尤其是加拿大的房子,前院后院都有些自己私家的草地 很多时候,这个时刻我们会出去烧烤,BBQ 或者有些地方还会在后院用木做了一个大桌 就放了一些袋子等等,夏天的时候大家就出来 乘凉,聊天,喝咖啡,喝啤酒,烧烤 那是很开心的一件事,但是那些蚊子是很开心的 因为长期都没有什么机会见到人的 夏天的时候,我们出来,他又出来了 那就叮咚到我们通生都是 很多时候,一到入夜,哎呀,快点回到房子了 有时,都挺熟悉的 后来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说,那些蚊子不要紧要,原来有妙方的 是有什么方法呢?很简单很简单 我们加拿大很多时候,就会一桶一桶的 整个铁筒,就是蚊来的,点蚊烛去驱蚊 但是,嗅了这些味道也是不好的 现在有个很好的方法 那位朋友就说,你用李斯德林,即是Listerine 他说,把Listerine倒进一个噴壶 我们去那些一蚊店,就很多时候买得到这些噴壶 就是用来噴花、噴霧 那样,我们将这个Listerine倒进去,删进去 那他说,你如果出个币那里大家玩的时候 你就在币那些木那里,周围这样噴下 那些蚊就不会飞来这个范围 他说,如果你在屋里面,我们加拿大多数都沙窗的 那很多时候,就不会说在室内有蚊 不过,有时我们开门的时候,他都会飞进来 那怎样呢?我朋友就说,你拿着他 在屋外的门框,窗框那里都噴一圈 那变成,他想飞进来,他一过来闻到,他就会飞走 那真的挺小的,这个Listerine真的很好介绍 那原来除了Listerine,另外有一个方法更简单的 那,原来就是麻油 我们中国食用的麻油原来这么有效 他说,怎样呢? 就是,将一滴麻油滴在你的手掌 两只手轻轻这样搓搓它,然后将你双手 在你的手手脚脚没有衣服盖住的地方 啪啪啪啪,那你出外,蚊就不会变来的了 因为呢,有个朋友跟我说,他收了个email 有个人呢,教他原来这个是股方来的 那他就尝试,将他的儿子在手手脚脚那里 就拍了这些麻油了 哇,看到那些蚊飞过来捕着他 但是,整天想飞过来,但是都不敢埋伤 好像有个保护膜那样 那竟然呢,忍不住,几分钟之后呢,就咬了那位太太 即是那位妈咪,她自己没有茶 只是跟儿子茶而已 那变成了一滴麻油就已经这么有效了 所以你如果是外出的话呢 你去爬山啊,去游泳啊,去登高啊 那你呢,将一滴的麻油在你身上 拍一拍,那就真的不怕被蚊叮了 那在家呢,就用里斯德林噴一下地方 蚊也不会飞过来的了 那除了蚊,我们还有什么呢 夏天的时候很多蚊 真的在那个特别厨房地方 周围这样爬的 那怎么办呢,那些蚊 那么小隻,是不是 那有时候那些黄丝蚊叮了你也挺痛的 那怎么办呢,很简单 原来蒜头拿两三粒就搞定的了 比如说,你知道蚊的豆在附近的了 你切两片的蒜头,切开了它 放它经过的地方 那那些蚊蚊呢,它就没有出现了 那或者你是,它范围不只是这个区 你整家都想清理一下它,那怎么办呢 你将两三粒的蒜头切了片 放在水那里,浸一下水 那然后呢,就拿这些水去抹地 抹完呢,你就连周围的蚊蚊 都立即不见了 那这个蚊蚊呢,亦是要蚊蚊也移民了 那时候,不知道它去了哪里 不过,幸好就不是你家了 那除了蚊蚊呢,还有些是蟑螂 我最怕就是蟑螂 在香港的时候,哇,真是 关灯了,一进厨房开灯 你已经看到几只在地上爬了 真是很害怕很害怕 那原来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 我们有一种的叫做九层塔 那台湾人很多时候用它来煮菜 那新鲜的九层塔呢 我们在加拿大都买得到 而这些干的九层塔呢 是用来做香料的呢 更加是很普遍 在那些连锁的店 那些散装连锁店 就一定有得卖 那如果你是超级市场呢 它都一个瓶瓶装着 用来调味的 那这个九层塔它怎么用呢 它就是把它,如果新鲜的 你就把它曬干 然后用你的穿旧的丝物呢 把它放进去,打个裂 即是在牆角那里 或者那些蟑螂 整整天出没的地方 那些蟑螂就不会再来的了 那我们加拿大真的很方便 随时买到这些九层塔 那如果在香港的朋友呢 比较难买一些的话 你不妨当你来加拿大探亲呢 你叫他带你去买呢 买一大袋回去 你就很方便 否则在香港呢 你当香料来买 这件事都挺贵的 那台湾就方便了 因为它是很多人都用它 来做一个日常的 送菜的调味来用的 好了,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样东西是什么呢 就是蜜蜂 我们加拿大真的很多花花草草 所以很多时候呢 你走出去 它在你身边飞 你都不觉 因为你周围都有花花草草 那有个朋友他告诉我 他试过被蜜蜂针了 我们除了蜜蜂 还有黄蜂 真的很害怕的 那怎么办呢 他说针完它在后院 我们加拿大前院后院 夏天真的要打理一下花花草草 你蹲下做一下 忽然很痛 它就已经浸在你下了 那怎么办呢 有个人告诉你 你用加拿大的一个鲜的硬币 掩着你给蜜蜂针的地方 按住它15分钟 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这个人初初呢 就针完之后 他不信这件事 他就去看医生啊 查什么的膏啊 都不觉得很特别有效 还是很痕很痛 那他有一次 又再针过了 他说 不信 就是看你这件事 用不用得 他就拿一个鲜 立刻掩着 按住那里 蜜蜂钉口那里按住 15分钟之后 拿走了 不红不肿不痛 什么事都没有 他说由此以后呢 他出亲去后院做事呢 他一定带几个这些 一分钱的硬币在那里 那如果朋友 你有在加拿大 当然方便 如果在其他的 香港或者什么的呢 你有亲戚回去探你 或者你过来加拿大的时候 不妨找几个新正一点的 因为用得久 他可能有裙的嘛 找些新正一点的 一个鲜的硬币 洗干净 用火酒抹干净 用个袋子代好它 旁身 这个很好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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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